中国女排3-0荷兰轻松闯关明星夫妻现身赛场为女排助威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多谢您点赞,欢迎您评论 6月5日,2019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战四轮角逐全面展开 对阵年轻队员主打的荷兰女排,中国女排3-0轻松闯关 三局比分为25-16,25-19和25-19 今晚中国女排将迎战本战最强对手,由爱格努领衔的意大利女排 与荷兰队的比赛,中国队在阵容上做出调整 首发派出主攻朱婷,刘晓彤,副公元新月,杨涵玉,接引龚翔宇,二传丁霞和自由人林立 首局三平后,龚翔宇连续二号位突破得手 荷兰队追至6-7后发球失误送分 8-6中国队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 暂停后朱婷拦住波尔德的快攻,攻翔宇后攻命中,中国队将比分拉开到10-6 并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16-11领先 再至22-16,丁霞连续三次发球建攻,25-16中国队拿下首局 第二局中国队5-3战先,梅耶尔斯进攻过轮,M.亚斯佩尔借手得分 克雷瓦尔拦住朱婷的后攻,荷兰队连拿3分6-5反超 此后两队比分交替上升,16平后,中国队拽住对手失误连拿4分20-16拉开比分 再至23-17,朱婷强攻拿到局点,荷兰队扳回1分后,朱婷一锤定音,25-19中国队大比分2-0领先 第三局中国队在阵容上再次做出调整,最欧李盈盈和朱婷搭档主攻,姚迪单纲二传,王梦杰替换下林立 开局荷兰队4-2领先,落后的中国队连拿4分反超 荷兰队后攻踩线,中国队8-5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 随后中国队在姚迪的发球轮将比分拉开到12-6 公祥宇和袁新月相继发力,中国队在第二次技术暂停16-9领先,并21-13奠定胜局 曾春蕾调球24-16拿下赛点,荷兰队联班3分后扣球出界,25-19中国队3-0战胜荷兰 赛后数据统计上,中国女排朱婷18分,袁新月12分,龚祥宇11分,杨涵玉4分,刘晓彤4分,丁霞4分,李莹莹2分,曾春蕾1分 进攻中国女排44-40荷兰女排,蓝王5-4,发球7-2,自失8-19 本场比赛,朱婷依旧以高水平的发挥拿到全场最高的18分,此前入选第二周最佳阵容的袁新月同样保持着亮眼的表现 而龚祥宇在本场比赛开局后迅速进入状态,进攻屡屡得手,成为中国女排首局的第一火力点 因为对荷兰队常常有出色的发挥,部分球迷还称其为荷兰队的克星 对于龚祥宇的表现,惠若琪也点评到,龚祥宇2号为进攻变化还是比较多的,打掉结合还加了很多的跑动进攻 丁霞开局主给龚祥宇这一点,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战术意图在里面 前两年龚祥宇的状态有起伏,在进攻环节寻求突破,转型之中承担了更多的异传任务 我就觉得他也是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 赛场内,中国对3-0战胜荷兰,赛场外同样星光异议 本场比赛就吸引了张志玲,阮永宇夫妇前来为女排助威 当镜头对准两人时,两人还模仿DJ带动气氛 这已经是这对明星夫妻第二次现身式联赛香港战的比赛 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战,阮永宇还一直手举手机用他显示中国国旗来为女排加油 图片来自直播截图 今晚20点30分,中国女排将对阵本站最强对手 由艾格努领前的意大利女排 此前两轮意大利同样战胜荷兰与日本取得两连胜 中意焦点站一直吸引着球迷的目光 本场比赛将在CCTV5进行直播 谢谢您,请转发给您的朋友